哈喽,大家好,我是冰果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栗子地这里 现在我们的果已经三角形了 咱们可以打第三次宝果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飞子啸 打第三次宝果的话 咱们打赤梅树 5克兑水200斤 5克兑水200斤 或者7.5克兑水300斤 又或者你打云苔树内子 那个是1000到1500倍 咱们打宝果药的时候 还要再打一些防虫的 高效率清脂脊 阿维菌树 利虫本甲心安 迪百虫 杀虫霜 我们还可以加点棚沙 还有硝酸盖 这种 或者那个糖醇盖 或者氨基酸 氨基酸溶液的那种硬面肥 大家看到没有 目前果已经三角形了 就是这种尾尖尖的这种 咱们可以打第三次宝果了 然后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些 之前翻花的 翻花了一般很难做成果 你看刚才我摇了一下 羁绊都掉了 你看又掉了两个 这里还剩一个 再摇一下说不定又掉了 它这个做不了果的 翻花一般很难成的 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海南的应该已经有一些 好像可以摘了 可以上市了 我们这边现在才到三角形 还是比较慢的 还要下个月才可以 下个月这个时候 下个月中旬的时候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飞子孝 如果你飞子孝 像现在这样 就是三角形 就可以打第三次宝果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一串如果成的话是可以的 七十 二十 三十 有三十利果 这一串 你看刚才一碰又掉了好几个 落果肯定是有正常的生理现象 大家应该也知道 第一次落果 第三次第二次第三次 它这个是正常现象 对啊 它里面应该看一下 它的核都没有 还没有发育完成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就就有一些果落下来 看这边 这种果很多 你看刚才摇了那种小果 翻花的 咱们再去看多一点 那个翻花的 你看这个 这个当时上面 很多这种 那个花碎比较长 输不了的 打药也 打了一下 后面就是这样零零散散的 大家看到没有 零零散散的 咱们去看一下翻花的 这边就是翻花的 看到没有 这一串 翻花是蛮多的 咱们摇一下 看还剩多少翻花 还是挺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来说应该就是看这个 这个果的大小 后面还有这个量的多少 如果量少了 翻花可能就做得住 如果量多了 这种本身 它第一批找花的 如果多的 后面翻花的话 就可能做不住 可能如果它就五六个 四五个后面再翻花 可能就会容易做得住 像这种爆花了 就没来翻花 所以这边 目前就是这样 咱们再看一下这边 记得当时 你看 这里就一个果 后面翻花了 又有三四个 咱们再摇一下 你看摇了 又掉了两三个 现在这个蟹都还是双单 准备这个都脱落了 因为有一个发育比较好 一个发育比较差 就一丁点 所以它可能会 小了 这个会脱落 你看 刚才就四五个 现在还剩三个 这个刚才摇了 又掉了 你看 这些都是翻花的 咱们再摇一下 这一串 还是有一丁点而已 不多 摇了之后 也掉了一些 像这种 就是早 早已花的 不是翻花的 所以它这种就可以 所以现在的话 如果是这种黄豆大小的 就要打第二次宝果 这种倒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 打第三次宝果 今天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情况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果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